夏天到了登革热的流行季节也到来了 嘉义市东区卫生所结合了医砖学生一起走上街头 宣导周周做好寻导清的工作 才能够有效防治蚊虫远离登革热的发生 养鱼吃蚊子是防治登革热 阻断蚊虫滋生的好方法 如有桶钢积水 周恶道 清外 只要在里面放养孔雀鱼吃蚊虫 就可以把解决吃光光 如果说我们一个积水容器没有把它清掉的话 一个月内一只蚊子就可以变成600只 而且在两个月内就可以超过10万只 孔雀鱼它一天就可以吃掉60到200只的解决 是防治蚊子非常好的帮手 嘉义市东区卫生所为了防治登革热并没蚊的传播 联合医砖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向民众宣导 提醒各位市民赶快去看看 我们住家附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开始积水了 这些积水容器要赶快清掉 最重要的就是七天来做一次寻稻清的动作 这样子的动作就可以确保我们的蚊虫没有办法在那个 蚊子没有办法在那个容器里面产卵 然后自然也就不会有蚊子了 那更不用担心登革热的问题 良好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维护 如果遇到登革热蚊虫滋生的问题 可向卫生所登记 索取孔雀鱼进行投放 预防工作做得好 才能健康 没烦恼 新唐人的电视 叶玉明 台湾嘉义 采访报道